对 当然咱们聊这个玉米太素了 今天小青老师在这儿 我们这话题也比较横 我觉得就直接了当 肉 我给你看肉 人家罗朗写了一本一寸多厚的书 专门就讲美国的肉 我觉得咱们有点仪式感 为了引起这个弹性 我们先凝视一下 小青老师先来发表一下 您对肉的感情 这就是西方的肉 中国的肉是什么肉 因为餐具的不同 所以菜肴在外观上 就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所有的菜 是服务于筷子的 是给筷子的 就是筷子加好了 正好就可以 西方的肉它有刀叉 可以再一次的分割 所以它们就是大块 我们的刀工是 源于筷子和火候 就是受热的快慢 以及享用的过程 基本上都是一口一个 那人一定要吃肉吗 不一定 当然不一定 你比如说 我们那么多吃素的人 我现在也是吃素比较多 平常 但是那我得跟你讲讲 你知道你说这个吃素啊 现在有一家美国 反正西方吧 做这个人造肉的公司 今年5月2号上市 26个交易日内 这个股票涨了将近6倍 这个人造肉 不是那个豌豆 大豆不是植物蛋白 然后我查一下资料啊 我就不可思议 说是1912年 有一个西方科学家 切了一块这个鸡的 这个新鸡组织 放在这个培养的 一些东西当中吧 养起来 说跳了20年 就这儿起了这个头 我还查到哈 1931年秋节儿 英国那秋节儿 就是说50年后 我们要吃一块鸡翅膀 用不着真的去养一只鸡 杀一只鸡 我们可以培养出来一块 就所谓 然后呢 你知道就是2012 还是2013年 这小兴老师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 这知识 这个你来讲 还是你来讲 就是说 真的造价33万美元的 人造牛排 它就是取动物的 这个活细胞 放在培养品 其实是一种试管肉 然后就有了 现在有了 有了之后呢 你知道这股票上升吧 投资这个人造肉的 有一个人 大家都熟 比尔盖茨 然后说拿了一块鸡 然后说这个比尔盖茨品尝 比尔盖茨的评价就是 惊喜 Oh Surprise 为什么 比尔盖茨不靠谱的 他的品味 对 因为比尔盖茨 咱都知道 人家境界不一样 比尔盖茨还有一句话 就是要把全世界 所有的牛 组成一个国家 将会成为什么第三大 什么气体 那个污染地球的气体排放国 对吧 臭痒 所以说相比之下呢 还是中国的一个 网上的视频博主 他呢 据说做了一个实验 就把这个真的这种 人造的这个肉 和那个真实的那个肉 放在一块 他的猫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说这说明什么 这就是 其实就是风味 怎么讲 我们现在的科学唱名啊 它可以做出来人造的肉 但是呢 它解决的是 你的营养的问题 但是它好吃与不好吃 这不是他考虑的 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人类 之所以成为人类 是我们除了关注 它能不能给我们 提供动力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能有愉快的感觉 那这种风味的东西 是要靠时间 靠它的生长 靠它吃的食物 水等等的 才能够出来 不过这一点啊 倒是可以这么来看 比如说前几年 国际厨界很流行 做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的基础 其实是科学 是用科学重新检讨 所有烹饪的原理 到底背后的科学 根据是什么 比如说以前 我们煎牛排 传统的讲法都是 先两面快煎 让它结晶化 让它锁住里面的肉汁 锁住水分 然后再拿出来 以前都是这么讲 那么可是分子料理 跟一些学者的研究 就是到底 为什么这么做 它是不是真能锁住 那个肉汁 它是不是真有道理 然后做种种研究 就发现 其实要做到 同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 也能做到 类似的效果 不一定必然要这么做 好 所以再进一步研究 就可以研究 所以块肉 我们吃到嘴里面 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我们觉得它好吃 其实是我们舌尖上的 一些的化学反应 那只要把这个化学反应的机制 理解出来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 用别的材料 来重组 这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那么因此 现在人造肉 其实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到底我们吃一个东西 觉得好吃 它的理由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东西 像肉的质感 它像肉的风味 它那个味道来自哪里 假如我们能够用科学手段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的话 有没有可能达到 比如说 您都觉得 这也果然是有风味呢 你要这么讲 那我比你还会幻想 也不见得是科幻 你要是这么说 它还不够极端 那极端将来这个人工智能 直接刺激你大脑里的味觉 感应的神经 让你产生那个感觉 你还不用真的吃了增肥 这的的确确 比如说现在很多厨师 在我看来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路子 就有些厨师 喜欢强调刺激五感 包括一些很红的厨师 比如说一边吃的饭 还给你播段影片 要听着什么声音 身边的光要怎么样变 温度要怎么样变 因为他们相信 透过这些 声光环境的变化 都会影响 你的味觉判断 其实这也已经很接近 于你刚才说的那个状况 它在调控 但是小青就失业了 不会 不会 对 我感觉我刚走入一个 真的有哲学文化的一个环境 太兴奋控制不住 就会讲起英文了 其实我觉得 两位老师说的 确实是有道理 最主要的对我来说的问题 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解决吃饱的问题 就是人类 动物类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对吗 但是解决这个 满足这个之后 那如果全就是 其实我听说一个科学家 就说 没有必吃的东西 只有必吸 必须有吸收的一些 营养的 对 矿物质 微生素什么 这个是你身体 就是我们能 检查出来 是比较正确的 你需要多少这个 多少那个 每天 每年就可以 继续生活 继续活着 但是满足完这个之后 那就是最基本的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觉得你 你对这些 羊动物的那个方法 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 您讲到这儿 我就正要请教 你的专行了 就改变历史的动力 有很多 其中一个真的是吃 你比如说 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当年都是世界各地的 移民到这里 我后来看一些资料 我才发现 肉是吸引他们的 一个原因 因为美国这个大草原 那它太 包括后来这个玉米 它养这个牛 羊 这个肉 太容易了 就是说18几几年的时候 一个爱尔兰人 给老家写信 说我在这儿 每天都能吃到肉 然后老家的人 给他回信 说下掰不可能 就当时 这个肉是吸引移民的 但是我请教你是什么 就我去美国的时候 没有你这样的带路 我觉得我没吃好 所以留下我一个感觉 我觉得美国的牛肉 给我留下的印象 不太好 我觉得比较柴 因为到后来 我又后来到日本 我就吃到了这个 所谓的那个和牛啊 什么的 哎呀 那个真是一咬啊 那个入口即化呀 枝叶四溢呀 你喜欢吗 很香啊 美国的那个 当时我吃的那几家 我怎么都觉得柴呀 吃就是文化 你吃的时候 你你寻找的那种口感 和感觉 是一个样子 但是别人 就是你刚说的 你觉得好吃吗 其实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瘦肉 前一段时间 我也给一个朋友做一个牛排 也是美国的牛排 然后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顶级 几家级的那个牛肉 然后他就说 我我我每一道菜上网之后 我就会问 哎你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他就说 其实说实话就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那一方面 他说有点拆着吃的时候 他可能就习惯了 就在五星级酒店吃的 就放的嫩肉粉的 所以就说的就是确实是你没习惯 就像这个东西 之前我在成都酒店做种厨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给美国领食馆 做这些东西 一个顶单就集食个几百个 三百个这个东西 人吃的特别开心 特别像 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 放在你的自助餐台 放的时候 发现就是收盘 基本上没人吃 还是吃一口就放在那 就像都老师 就吃一口就放在那 总会说为什么 也不是太甜的问题 没没 不不不不 不勉强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是太甜的问题 他说 我问了我的服务员 为什么为什么不吃的 他们员工就剩下的东西 你随便可以吃 带回家 他们就不吃这个 就是给我感觉肉桂 肉桂者就是西南地区 就是要么火锅 要么就是这个五香卤水的东西 给我的感觉就是在 要铺 吃个饭 就是这个太香了 所以确实 要做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是要修改它的配方 我就说 小青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说这个肉 咱们觉得什么肉 柴 中国人和西方人 东方人和西方人 对肉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你比方说 我调查过 比如说 我们每一次做 美食节目 我们都会有红烧肉 就是这个中国人就会特别热爱这个红烧肉 尤其是肥而不腻的部分 不够急化 但是我的很 好几个欧洲的朋友 或者美国的朋友 他们有的可以接受 有的就觉得 这种像 哲力一样的 没有质感 就这个口感 他觉得太难了 他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 太肥了 这个我不习惯 你比如说牛排 那他们喜欢吃这种瘦 比较瘦的牛排 那我们就喜欢吃 像和牛 像澳洲的那个安格斯牛肉 就这样的小牛 喜欢吃这样的牛排 其实也不一样 对 煎的熟与不熟 也不一样 瘦肉就一定柴吗 吃着 不一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如果你煎的火候 就是或者说 它是我们说的三分手 就是media breath 那它就不柴 它确实不柴 但是呢 我们经常我们的 比如说我和我同事 也去美国拍片 那它就会要well done 或者是over done 它怕就吃生的 就不舒服 它吃的 它看到血 它就会不舒服 那这就确实是很柴 而且这个是跟你春方 这个牛肉的方式有关系 其实中国的牛肉 确实是挺新鲜的 问题在这 它就是刚沙头牛肉 放在菜市场 那就是新鲜的牛肉 那你吃这个时候 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就可以把肉里面的煤 就把它单白质 熟成 它没办法熟成 对 烫就是肉的 你觉得美国的牛肉 和别的地方的 就是有名的牛肉 有什么不同吗 你看这个火腿 它说的意大利的火腿 西班牙的火腿 其实美国也有火腿 很长时间历史的火腿 但是这个就是用 猪 盐 时间 传统的方法就是这个 甘汁的那个方法 但是最后做出来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猪吃的东西 那个师傅的那个技巧 它的方法 还有空气里的菌 对就是地理位置带来的那些 就是水土的那种风格 还有它的影响 这个会影响到最后的那个东西 你看北半球 西班牙 意大利 中国 美国 美国 都有火腿 特别奇怪 而且那个 他们没有商量过 他们时间也都差不多 美国的火腿稍微晚一点 因为它国家的历史短一些 但是美国 在华人超市 你买一个 金花火腿上面写的 然后第二期会写 Made in Virginia 就弗吉尼亚厂的金花火腿 跟这个一样呢 他就很有趣 这个不是阿兹塔克人 叫四川云南贵州人 怎么做这东西 他就看同样的一个食材 就有同样一个灵感 要不我就 因为就是最早按我理解 就是烹饪料理 饮食文化 这些背景呢 都是从储存食物 解决储存植物的一个 一个源头的开始 我们多余的时候 就什么都有 我们就是枯萎的时候 还是不应激的 还是动物裂不到的 那就挨饿 对吗 怎么储存这个东西 刚刚讲腌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说明什么 我们过去一直觉得 吃东西要吃新鲜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会 我们大部分人 原来没有的 对 我们绝大部分时候 吃的东西都是不新鲜的 而且所谓的储存食物的方法 很多人都以为 就是做菜是一回事 制造一个桌菜 出来是一回事 我储存一些食材 是另一回事 不是 储存本身就是一种烹饪 所有的烟就是在储存 在同时在烹饪 红酒啊 雪茄啊 是吧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你说罐头 很多人都瞧不起罐头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 做成罐头才好吃 尤其葡萄牙的沙丁鱼 就他那是罐头本身就是在烹饪它 就是在处理它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 对腌东西这件事情感兴趣 比如说发酵的食物 是怎么回事 其实那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但是这个过期食物健康吗 小强 这个跟健康不健康没有关系 我们我们的祖先如毛银血 那最早我们吃新鲜的肉 打了猎 吃新鲜的肉 我们是不能消化的 对 我们在发明火之前 我们同时发明了腐烂的这个技术 就是当我们吃它的时候 我们排泄出去还是坦 但是我们 吃什么排泄什么 对啊 它吸收不了 尽管我们的人类的肠道 已经进化了那么长 但是它还是消解不了 但是呢 轻微的腐败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吸收了 当然 茶叶你就很简单嘛 茶叶你试过新鲜的茶叉摘下来泡沫 那是中毒的 我看你写的那可不是适度的腐败啊 嗯 说你吃过那个16年的那个鱼 对 你给描述描述 那实际上就是 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保存食物的方法 叫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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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用 对 它实际上是用米或者是 谷物的颗粒 放进去 加快它的发酵的速度 它会变酸 就是苗族啊 洞族啊 都吃这种酸鱼啊 酸鸭子呀 那个肉已经都完全完全的腐烂了 但是呢 第一 它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第二呢 它有氨基酸 味道不差 味道使它不差的是什么 味道不差的实际上是 是里边的 发酵之后的 就是依赖 我们说的是依赖 比方说 青霉菌 比如说酵母菌 比如说泡菜里的这个乳酸菌 酵母菌 对 来产生的风味 他其实呢 他当上次写的那个 我倒真觉得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 跟西方人有一种 可能我这个也是偏见 因为我就吃法餐呢 我就老感觉呢 我们比较重视舌头 好像这个法餐呢 它同时特别注重鼻子 就嗅觉 其实大部分 你像他吃16年那个鱼 那真我听说迎风臭食里 说捏着鼻子 是不是 捏着鼻子吃 但是西方也吃臭的 西方也吃臭的 西方也吃臭气死 一样啊 匪鱼 冰岛的鲨鱼肉 那鲨鱼肉才是我见过的 鲨鱼肉也是 我见过我最不能吃的东西 我唯一吃不了的东西 臭到什么程度 就是 就是一般的人 就会觉得世界崩塌了 你吃得下去吗 我吃得下去 我吃得下去 我吃不下去 我真吃不下去 沈宏飞曾经 想了一个 东西 用蓝门奶酪 这个中间再插上 王志和 再插一块臭鲨鱼 这个 这道菜呢 是一个国际菜 叫 叫诸葛亮塔巴斯 这三个 三个臭皮酱 那回头讲 刚才讲那个生鱼的那种腐化 其实它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像日本就做这种做嘛 现在还很多嘛 苏西夫米 苏西夫米这个东西 但它其实还产生一个东西 就除了味道之外 它会产生那种特别的质感 那种质感是什么呢 如果你爱吃奶酪的话 你就会爱吃它 它的整个感觉 像半融化了的 Rocophone 那种奶酪 黏黏的 对 黏黏的 咬起来 用手掰的话 是有丝的 那个鱼跟米 是黏在一块的 就是NATTO 对 有点像 放了十几年之后的效果 其实很好吃 而且很奇怪的是 不同的鱼 去做这件事情 是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你以为 比如说放了几年之后 就全都没在一块了 不一样 完全不同 鲨鱼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鲨鱼你直接吃会毒死的 而且你会深睡 我们所谓的睡美人的故事 是从鲨鱼这出现的 就是你吃了新补的 这个鲨鱼的之后 这个你就会沉睡 河腿 很长很长时间 它是深睡 那后来冰岛人 就是北极圈里的人 就发现 把它放臭了 这个毒素就消失了 臭了就无毒了 它就很有意思 中国也有很多这个东西 出力的是一样的 中国的加工 可能一点都不少 比如说糟 醉 风干 很多很多种 对 那你说 用什么东西喂大的肉 你比如说 美国的牛猪 它就是吃玉米吗 骨寺 咱们是拿什么喂猪 我们是杂屎 杂屎 其实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 其实猪 猪是我们全世界上的 唯一的动物 是没有第二第三个功能 你就像牛 是可以拉车 可以帮你种地的 然后羊 就有它的毛 对吗 鸡有它的毛 还有其他的东西 但是猪 主要就是它的油和肉 养了它 专门就是油和肉 而且它就可以 就是养好猪的 基本上就是 一天可以长一斤肉 那就是一年的时间 365天 因为有几百斤的一只猪 对吗 365斤的猪 差不多了 所以 没有养那么 现在养这样就亏本了 对 一般就是五个半月 就出 就是罗朗让我知道 林语堂也是有错感 他喜欢写那些幽默的文字 所以我想他是有点开玩笑的性质 他说比如说 中国人吃这个猪 那个美国人呢 吃这个牛 从罗朗的书里 我才看到 就是并不是中国人对猪 就就就就 美国人就不吃猪 就比如说咱们中国有句话叫 猪全身都是宝 对 他说美国也有这句话当年 everything but the oil 他可以在猪的身上用的一切 除了他的意外 他上一次给我 我吃了他的 饭就是美国不同地方的下水 炉煮都有啊 非常非常非常棒 就是他改变了我对西餐的看法 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 那西餐嘛 就是只吃肉 这个 汉堡薯条 对 他就这些下水 他们就都扔掉了 太可惜了 后来发现 他们也都吃 后来我又看到 麦克波兰写的那个 Cooked 那本书 烹 他说他的母亲 在60年代 经常在家里做下水 下水 处理起来麻烦 人工 太太太 耗费的人 还有他代表一个就是 不太 健康 理想的一个 一个时代 对 就是没其他东西吃 就像牛舌头 我有一道菜在书里面 就是原来我奶奶 经常会做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美国 驿站的时候 世界驿站的时候 他出一些那些话策 就是说 你那个牛舌或者是猪蹄 或者这些东西 可以怎么用的上 为了吃饱 那就是你吃这个东西 就是一种爱国的动作 就是节约东西 就可以运到欧洲 就是提供战场上 对对对 说你们美国 还有一句俗话 叫做什么来的 什么牛肉强国呀 培根壮胆啊 什么的 没听说过 这也是李玉堂写的吗 李玉堂 没听说过 美国李玉堂写的 对 就是 所以我就是说 这里边又可以 帮助我们解释一个误会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美国人是不吃内脏的 我一直记得 我带一个德国小伙子 头一回上那个北新桥 北京北新桥吃颅猪 我天哪 你们怎么能吃这个 就是他说 我都说你们中国文化样样都好 但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 这个猪的内脏 你们怎么能拿来吃 我还记得 第一次我把我带 我爸带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带他去一个 就是北京的一个小餐厅 然后就看着就是有 鸡翠骨 还有鸡爪的 他就说肉在那里 他说鸡翠肉的鸡翠肉在那里 但是这个就是一种 带来的记忆 我先问一个具体的 他那个卢主 他们的猪内脏 和咱们的猪内脏 吃法有什么不同 没有特别多的不同 吃起来跟卢主一样 香料不一样 玉米本来就是玉米 你给谁用的 最后的那个做法 也会有点像 可能做法上不一样吧 比如说我一直觉得 比较奇怪 就我比较惊讶是 美国人吃这些 因为我的印象中 欧洲人是吃的 对 其实德国人 法国是吃 你认识的德国人 是新德国人 对 就你比如说 尤其是欧洲的话 是分界线很清楚 多的 天主教国家 跟新教徒国家不一样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跟德国荷兰英国就不一样 那么美国是比较新教徒国家 我发现新教徒国家 对于吃下水 这个东西比较不普遍 比如说法国就很多下水 特别是原来 如果你家里面 是做屠夫的那种 做屠夫的是 好肉都卖给客人 自己家吃下水 其实是有这种的历史 有这种传统 美国除了也这样吗 我就好奇 美国也会这样 因为安莫理解 是这样的 其实你说意大利 法国 他们都有历史上 很多困难的时候 对吗 然后你说的 那个爱尔兰的朋友 其实爱尔兰 和英国 有发生 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对吗 爱尔兰就是一种地方 他们就把英国的海军 专门做他的食物 因为那个时候 就像梁老师说的 英国海军能当食物吗 对 因为当时都是牧传的什么 帮海军做食物 都是这种出村的食物 对吗 就是腌牛肉 腌猪肉 什么 当时爱尔兰人吃不到什么肉 偶尔吃一点点猪肉 都是类似于培根的 培根 意思就是你背上的肉 真的是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毕炉的 那个派烟的就会刮起来 腌制之后刮起来 然后他们就发现 他们挖出来的这些烟 有一些小刷那的作用 就是防腐剂的 对吗 后来他们到美国 你看就是一大片草原 或者树林 就是地方够宽 人少 所以除了你说是一名国家 还是有一大部分的印第安人 就是本土的人 对吗 原来也有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 很少人说 但是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饮食习惯 是很重的 后来他们到美国就发现 确实是肉便宜 地也便宜 没抢别人的东西 肉便宜对吗 就是地也很便宜 然后他们可以放很多的动物 其实原来猪羊牛什么都是从欧洲带过来的 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牛排 他们原来吃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一个饮食文化 就像羊肉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不怎么吃羊肉 原来英国美国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是英国要求你所有的衣服 原来就是不是免的是羊毛 你必须从英国进口的 你自己养这个羊 那就是违法的 所以开始要说 那我们煮独立的 他们说你千万别吃羊 羊就是为了有羊毛的做衣服的 所以改变这个习惯 越来越他们就不吃羊肉 吃的牛肉吃的猪肉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他们原来跟当地的印第安人有交换的 比如说Monticello Thomas Jefferson的那个住宅 你可以看后面 大房子厨房的后面 他们有很多的骨头让在哪儿 驴的骨头 或者是牛的骨头 野生动物的骨头 基本上就是这一块 就是怎么会是他们自己去打猎 还是羊这个东西 都没有那个炉头 没有它的脚 没有它的那个内脏什么 只有内排的 因为就说明他们认为 这就是好吃的 我们要吃摄取的东西 对对对 它也有鄙视链 对 小青你说肉有鄙视链吗 当然肉有鄙视链 肉的鄙视链 太强 中国古代的肉就有鄙视链 那牛肉的风味更好一些 就是牛为中 那最好的呢 就是羊 羊为上 羊大为美 你说猪为下 猪为下 猪为下 牛为中 羊为上 羊是美的 但是呢 羊怎么来做呢 羊肉里面有三条 这叫短链 这个 哎呀 我不说这些专业的 对对 它是会有三味 就是像零八那种 对 那怎么来烧呢 后来又发现了 和鱼一起烧 是最好的 就是鲜 这就是比诗链 羊和鱼 就是鲜 这是在汉字里面 就是鲜